请你们都要相信 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 佛教里面有一段典故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成语 叫做借花献佛 讲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前一世的轮转 释迦牟尼在尚未成佛之前 他其中的仪式叫做善会 这位善会是一位婆罗门的修行者 他当时去参加一个汴京大会 结果得到了一些供养 他得到这些供养以后 想返回到雪山 把这些供养 供养给自己的师父 结果途经了一座城市 叫做莲花城 在那一边忽然发现 今天是什么日子 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 打听之下才知道 原来有一位古佛 要在这边讲经说法 那佛陀在这里 我也要去参加一下 我拿什么供养给他好呢 我得来的供品经营无数 我如果用这个供养古佛 肯定不合适 我想了一下 用鲜花不错 于是他就到城市里面 去寻找鲜花 结果找了所有城市里面的鲜花店 发现一律都关门了 原来国王也要供养佛陀 他命令所有的花店都关门 并且不准对外出售 善会非常的伤心 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一路边走一路边想 结果在河边 远远瞧见了一位青衣女子 手上就拿着七朵悠坛婆罗花 于是他就走进这个女子面前 跟这位女子说了 姑娘能不能把你手上的这七朵花卖给我 我愿意用五百斤作为交换 这位女子头也没有抬就对她说 这七朵花是我要献给佛陀的 上回就跟她说 我求道之心非常的恳切 请您把这七朵花就卖给我吧 这女子抬头看了一下她 不知道是被她帅气的外表打动 还是被她求佛之心打动 竟然眼头阴影 并且跟她讲 你要我手上的花 可以 但是我有个要求 你必须生生世世 跟我结为夫妻 上回想了一下 于是就对她讲了 我求道之心 天地可知 我虽然现在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但总有一事 我必当觉悟 会顿入空门 会抛弃这人世间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 包括我们未来的家庭 你愿意吗 这位女子说了三个字 我愿意 并且就算你顿入空门 我也宁愿在你门下 皈依作为你的弟子 就这样两位年轻的少男少女 许下了自己一生一世的诺言 等到上回轮转到 靖范王的儿子 西达多太子那一世 他就成为了他的王妃 上回在得到这些鲜花了以后 跑到了莲花城中 结果城门已经被毒死 水泄不通 他凌空飞下 把那五朵花就扔了下去 像一个金色的散盖 在佛陀头上打开 另外两朵 那位女子跟他讲 你需要代替我献给佛陀 掉落在了佛陀的双肩之上 由于地上非常的泥泥 他把自己的鹿皮脱了下来 然后把自己整个身体扒平了 让佛陀从自己的身上 以及头上踩过去 古佛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禁感叹 并且亲自为他授记 你将在无量节后 觉悟成佛 好 释迦摩尼 就这样而来 所以他是被古佛所授记 所以这就是鲜花献佛的来日 不仅告诉我们潜意识的轮转 也告诉了我们 因缘和缘分的奥妙 我们两夫妻之间 其实都是因缘和合 你如果跟你的丈夫 现在非常的恩爱 他就是善缘 夫妻是缘 善缘来临的时候 大家开开心心的 恩缘来的时候 大家不必懊恼 其实人与人之间 都是不断磨合 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 都是在不断的磨合的过程中 女子的心里面 永远坐在白马王子 男子的心里面 总有白血骨子 对吧 但是到最后 你会永远发现 其实哪一个人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夫妻是缘 要珍惜 像我们昨天坐船过来 百年修得同船度 我们跟你也有缘 但是你们两夫妻 修的是什么 千年修得共整年 就希望能够明白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兜兜转转 要珍惜这一辈子的缘分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牢 到天花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 到天亮